长期关怀弱势的刘一峰神父创立了二手物流馆 利用资源回收的收入来照顾弱势 不过近来衣物捐赠量实在是太大了 已经超过了仓库和志工人力负荷 因此紧急发出暂停收二手衣物的公告 请社会的善心人士也先别暂时进来 仓库内一箱箱多到已经堆积到天花板的箱子 这里是玉璃镇刘一峰神父二手物流残库 这几天陆续有善心人士送一部家电等等 但是刘一峰神父紧急在社群网站发出公告说 暂时先不收义务了 我记得上个礼拜一天有300箱 所以我们好像是消化不来 所以我们的仓库都满满了 所以我现实真的感谢每个恩人收集来的 可是也要求他们暂时在大概一两三个月内 暂时不寄来 因为我们也需要一段时间把我们的仓库的 一箱箱的就打开分类以后呢 就用比较容易的操线迈出去 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全球航运成本都大幅提高 使得过往淘汰的旧医还能趁金论两脉往第三世界 如今只能大量囤积 对环境造成莫大伤害 储存以及二手衣的处理也成为了沉重的负担 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安排的那些袋子 黄色的袋子我们就放在里面都是好的 我们也会送到我们附近的部落 请我说头目了 我说我们的会长了 我说修理我说谁敢步 来帮助我们把那些衣服穿到那些比较需要的家里 玉璃天竹堂说 目前只接受使用状况正常的小家电 请大家暂时不要将二手衣物寄到仓库里面 也请不要寄到玉璃天竹堂 同时神部也相当感谢台湾满满的爱心 记者高双双预阵采访报道